好我们来看画面中 这里有一只罹患狂犬病的幼欢 它出没在花莲的南区 甚至有民众遭到了染病的幼欢攻击之后 紧急送医现在没有大碍 花莲县防疫相关部门提醒了 近期山区的幼欢出没 通报的频率确实有增加不少 已经加强狂犬病的巡回注射 也鼓励饲养动物犬猫的民众 要主动的把家里头的宠物带出来施打 通往花莲刺客山的产业道路上 有登山客在路旁发现了这样的景象 一只疑似染疫的幼欢 如同丧尸一般 一直在原地不断地绕圈圈 过了40秒 接着重心不稳 掉入了一旁的波刊 民众表示在最近幼欢的数量变多 而花莲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 也接获了不少民众的通报 发现有幼欢进到了民宅里 甚至还发生有民众不慎 遭到罹患狂犬病的幼欢咬伤 经过送医紧急施打人用狂犬病疫苗 以及免疫球蛋白才平安出院 近期似乎幼欢的出没情形 好像似乎有比较频繁 那我们大概推测 不排除可能也跟地震的一些扰动有关系 那也有一些的可能是不是在我们的春季 等在繁殖季的一个情况之下 动物的交流 那包括疾病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会比较容易出没在我们民众的居家环境附近 那也呼吁民众面对狂犬病千万要谨慎 那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我们希望民众就是谨守而不移药 就是不接触不实用 那也不要弃养家中的宠物 那一定要带家中的宠物去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 花莲现在目前有多个乡镇为高风险地区 为了强化疫情的防控 县府在近期跟各乡镇市公所 合办了犬猫狂犬病的巡回注射 也特别请民众注意不要随意的接触 以及捕捉食用野生动物 以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同时呼吁民众 务必要携带家中的犬猫 每年注射狂犬病疫苗 人间卫视我们想要在花莲的采访报道